大家好,我们来看今天的赵孟佛每日一字 这个管,管子的管 管里的管,我们先看凯硕的写法 首先呢,上面这是一个竹 然后过来一个管 这里 大概这个样子 那我们呢,加一点点带笔的动作 连续性加强 带笔 这连续的感觉 这样子 好 然后呢,我们再来就是赵孟佛中写法了 可以跟到这个竹做等大的省略 以及连贯性 连起来写了 再看一下 这里挑起来 连笔动 这都做连笔了 这边阻置 再小心 点 再笔过来 好,折一下 好,大概长这个样子 那我们说 那我们说 再继续省略 还是这个竹子 竹子头 省略比较多 它会变成只有三点 这里 还是一样 整个 连贯起来 好 这边弱化 但是 这里都连贯 不要断笔 这个意思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这个 好 那 再来就是有一点点 比较特别的写法 就是 这一点不要 但是把它移到上面 变成一个写 不常见 但是 还 偶尔会看得到 我会直接这样写 那 大家再参考一下 看看这个 最后呢 更简单的写法 就是 上面还是竹子头 或者三点 但是底下这里 好 注意看 应该说从这边来 或者从这边来 我们先从这边来 还是有竹的感觉 然后但是呢 这里直接绕上去 我这个 只要是这种东西 都可以洗成类似它 好 像之前的追 也是这样 追 追 追主的追 好 那我们说 既然这样子呢 那 竹子头 可以更省略一点点 好 变成三点也行 好 写给大家看 3.0 再来一次 好 这也是 管 好 大家留意一下 好 好 谢谢